來到農曆四月十五天結座滿月 由這一刻開始,到農曆四月尾即是西曆的五月二十二日 根據國下的太陽和上星星座 那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處十二星座專題去分析你們各自身整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懂我講什麼嘛 現在不是只講天結座,是全十二星座 這次滿月圖的亮點就是月亮 在達正這條ASC上星座,達到正一正 還有它是去天結座的 根據我的經驗,理論上如果月亮去摩蠍座又叫山羊座 就是這個位置,那個位置是叫做Detriments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結座 這個叫做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實我不是很懂,因為我以前讀占星 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父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法文的,因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集,所以先言歸正傳 理論上其實月亮去天結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我想告訴大家,根據我塔尖亂藍看這麼多星盤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結是更衰的 然後看著月亮踏正這個一公投,ASC這條族 然後整個盤第二個亮點就是,除了月亮去天結這麼衰 還有木星在這個摩奇也叫做山藥,也是衰 因為整年的位置都是這樣的,這個不足為奇 然後其他全部的地球呢,其實我們都是叫做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遊離,全部是一些很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土星,土星在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象徵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但其實我不懂日文的 但有時候有些日文字是否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除了土星在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也就肺液痕 所以原來這個,伴隨著這個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想說,伴隨著這個滿月 也不只是說接下來的十幾日,十五日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其實滿月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但我有時候做這些星座運勢 我就讓大家去簡易一些明 簡易化,其實去到農曆月尾 但其實是說接下來的大半年 好了,會發生什麼事呢? 同時我們要看看火星 火星在容許道之中 就四分金牛這個游利的水星 以及三分在雙子這個游利的金星 再說多次,因為月亮在天蠍 這個一公投 原來在大半年,尤其是這十五日之內 會有很多冷血、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 大家會很容易先是口角 雖然沒有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甚至去到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的塔千亂藍星盤分析? 你們找回hashtag 最近那個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接下來呢 無論在政治、經濟、民生、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呢? 我講了很多話 包括戰爭 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接下來是很瘋狂的 冥王星已經在疫痕當中 還加上5月11日、13日、14日 差不多是三天 11、13、14日 就是差了12日 土、金、木、三星 雙界都會疫痕 木銘是黏在一起 木銘一起黏著疫 土有野、金有野 冥土也是雙胸症 兩顆胸症 金木是兩顆急症 加上這裏的力量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當然如果配合這次的滿月 就留意接近15天 但其實這大半年 都會發生很多激烈的鬥症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暴力 大家麻煩 出街都要戴頭盔 要一眼關心 不要經常在耳朵 在聽歌 有什麼好聽 留意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是萬一 我不覺得被人砍了 你都不知道 喂喂喂 各位處女座的朋友好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人處女 所以在這段時間 你們會有一些靈感 忽然之間來到一些創作的衝動 這些創作是和什麼有關呢 尤其是和寫作文字 藝術 美學 音樂 甚至是建築 尹斯作隊 畫畫 這些很傳統的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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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之間會有一個熱情 還有可能會有一些很特別的想法 是想去付諸實行的 喏 有時候你聽我的新聞 或者我們有時候 中國人古老都有些智慧 有一些成語 就說 助言起行 一股再氣 再而衰三而揭 但是呢 今期根據塔羅的意思 其實各位處女們 又可以拖一下 不用急的 當然如果你有些靈感 你怕之後會忘記的 你可以寫下 但是其實 你不需要急著去發展這些 創作熱情 這些衝動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 第一 當你這件事去刁毯的時候 不要說是刁毯 但是讓子彈飛 讓它自己去發展 你自己不需要這麼快去搞這個寶寶 因為這個寶寶自己會長大 如果你很快去搞它 你可能會騙殺它 你可能會騙殺它 所以你讓子彈飛 可能之後 它就會變出一些不同的套路 那時候 那個成果會更加美妙 更加思考 更加創作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更加好的結果 還有原來 當你拖一下拖一下的時候 有可能會拖到一個很適合的貴人去幫你 你會說 其實我遲早做都沒有問題 是不是我一早做 然後那個貴人都會出現 不是了 可能這個貴人 其實是有一個關鍵性的影響 例如我當什麼呢 不如我當你想去搞一個Vlog 就是Videoblog 可能你想去唱歌 是的 有這樣的創作熱情 這樣的衝動 但是你可能很早去拍好影片 但是原來你根本不知道 原來用這些影片的格式 是不能上去Youtube的 或者原來應該是要這樣拍才會更加好的 是不是 你這麼早搞的話 都沒有人去從旁指導去幫你呢 噢噢噢 好 那就會其實 是浪費了自己之前的心血 是不是 所以不介意給這個東西自己去開發 慢慢去開發一會 是的 它之後其實會 可以越變越美麗 它自己可以讓它自己去發芽 在適合的時候 如果你們去找一些貴人的幫忙 即是希望這個貴人會自動出現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需要這麼急著去做這件事 你不如先去找貴人 尋求一些協助 找人給你一些建議 然後你再慢慢搞你的寶寶 這樣反而會更好 是的 所以說了這麼久 究竟這個貴人是誰呢 Hello 所以 咦 為什麼我說了Hello 我說究竟這個貴人是誰呢 是的 不是Hello 第一 先去like這個貴人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們 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想見到紅色的心心 就不想見到藍色的那個手指公 然後第二 就麻煩去comment 那裏問我 究竟我應該找些什麼人 去幫我達成這個創作之路 就是達成這個成果 走這個創作之路 OK 然後第三 就是說 我會去PM各下的 是的 然後還有沒有東西要去提醒大家呢 還有啊 還有還有還有 最後要提醒各位的寸女們 是的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又 其實今年 基本上是整個2020年 去到冬至 又是去到冬至 這些事情呢 其實在我年頭 我去做那個 就是全世界那些 什麼預測 香港的大運 然後我也有說12星座 吹韻秘笔 那個是Part Boy 其實Part Boy我已經講過了 今年是處女生嬰兒的年份 是的 很多處女是會做人成功的 是的 那麼 剛剛看星 其實呢 咦 起碼由這個半月開始 去到5月22日 新年5月22日 其實你們生嬰兒 就是做嬰兒 成功的機會 是會頗為之大 是的 這個也是最後給你們一個提示 但是說得先 想找貴人的話 就記住做完那兩部曲 然後呢 我就會去做第三部曲 去PM你們了